民主 民主 最強敵臺灣 臺灣棒球英雄反國 接機場面卻是大混亂 仔細看副總統蕭美琴占定位 但黃一人一個箭步衝到第一排 緊接著第二個 第三個 全都緊黏著副總統 黃一大媽占據C位 但維安完全沒動作 形同虛設 程序的部分沒有問題 我們都是按照先前線刊的程序 入境管制區外的維安 我們評估完風險比較高 管制區內箱形簡單很多 就是維安的狀況比較單純 所以就出了這個書了 你們自以為是 自以為這個維安會比較單純 國安局坦誠場刊時期 認為機場管制區內非維安重點 但這個說法可讓立委氣炸了 因為街機當天最亂的 就屬管制區內的黃一人 到底是誰同意放行 免稅店採摩員工亂窜 體育署跟副總統辦公室 同意他們進到裡面去跟他們合影 他們是從後面一直串到前面 人家往前衝的時候 那你們的動作在哪裡 這個我們會去檢查 一個大媽叫你退後 你就退後了嗎 黃一人一陣騷動 就輕易跟副總統嚴緊緊 國安局任了有疏失 三天內將提檢討報告送交立法院 畢竟看看過去確實也曾發生 機場管制區內的違規事件 再加上管制區內還有免稅店員工 出入禁旅客機場人員等等 國安為安當然不能情呼 到底要怎麼管制 口入口這些人員下來 從哪邊進從哪邊出 那管制區內哪些人不准進 基本要點都不懂 才出現這樣混亂的狀況 副總統親自迎接台灣英雄 卻遇上超級混亂場面 國安單位恐怕得好好檢討 避免黃金之亂再發生 三天進黃川博肉播台北參謀道